大家好,我是光潭 我發現很多粉絲朋友們在做我的菜簿的時候 會賣一些香草 然後就用不完,剩下的浪費 那我們今天看一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如果要保持新鮮 最好的保存方式就是在這樣廚房紙 把那個香草放上去 就這樣包起來 然後在上面噴一點水 每種蒼草就這樣做一拳 然後保鮮膜包起來放冷藏 那就這樣在冷藏可以包住一到兩個禮拜沒問題的 如果你感覺一到兩個禮拜你還是用不完這個量 那我們現在來看另一個方式 那我們為這個方式就這樣上面的椰子 那我們現在要放到微波爐裡面 中火先來一分鐘 一分鐘後就拌一下 再來一分鐘就這樣 重複到整個荷蘭青都完全乾 然後這個總共轉了四分鐘 現在已經完全乾掉 濃碎、過篩 就會得到一個細膩的粉末 擺盤時用小篩子曬到盤子上 能做各種形狀 那這種香草粉可以保存大概一個月 可以直接撒在菜上面 像新鮮的一樣呢 就增加風味 或者可以用來做一些擺盤在盤子底部的一些壯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做一個風味的油 所以我現在有的是荷蘭青 就在水裡面放鹽 水要燒開 然後加荷蘭青 如果你有別的香草也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我們現在要燙大概40秒到1分鐘這樣的 然後拿出來放在冰水 把水凝掉 把荷蘭青和橄欖油放入粉碎機 打成這種狀態 倒入放有咖啡綠漬的濾網 那現在因為這個咖啡綠漬就是很稀 所以會滴的很慢呢 所以我們一般就放冰箱 你咖啡綠漬過來的應該滴的差不多了 但是千萬不要去壓 那個油裡面會有一些炸烏 然後就不好看了 這個綠色是不是很透亮 就這樣隨意的拎上去 馬上就有藝術感 那我今天用的是荷蘭青 但是大部分的香草都可以用來做這兩個應用的 特別是那個油 羅勒油 石洛草油也特別香了 那你們現在也不用再擔心 香草買多熱杯浪費 就可以計算你們的敗飯技術